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观众好 今天是2018年2月1日 欢迎各位来到香港人民学会 参加《中西人民广场》系列广座第48讲 今晚有请李冠良Vincent 去讲《由法式体毛主义到年龄画派的近代中国人画》 这个主题 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华家 尤其宗情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 所带来的反恐反帝国主义思潮 但是他们里头就是尊崇陈独秀和李大超主张的 Mansivision社会主义美学官 他们认为温和阶级和社会哭吏地道革命 乃接近法国浪漫主义的情怀 因为法国本土左翼共产党势力也很强 巴黎可以说是栽培邓小平等等 后世中共革命领袖烈市的摇滥 但是当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见过 模式的Fullsurfism在中国的艺谈华 独裁政权强制要求全国所有美术学院的油画堂 只可以教列宁画派 中国知识分子油画家 就连法国浪漫主义的个性化表现手法 也开始批判 认为苏联的列宁画派 才是帮助新中国开拓正式中国油画 文例学博新纪元的指导性蓝图 不过这样 他牺牲的反效果 是对无论宫廷文不 宫廷义不 文人义不 岭南国画的传统中国书画典章制度 都构成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 同时也埋没了西方现代欧洲油画艺术重现 透过德国表现主义 法国后印象主义 立体主义 超现实主义 和未来主义 达到司法自然 和内去超越的艺术家 人性真是美自然 文化大革命和邓小平改革开放过后 演习列宁画派的中国油画家 因为眼见本位传统美学文化 都受到严重破坏 由此 原来自己多年来动荡 以来 拒绝了西方启蒙艺术的滋样 因此生命失落 于是就民生对列宁画派的规判 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胡锦涛 有点及此 试下开放艺术人性展现权 被798在北京萌生 被中国油画家空间重新呼吸 创作自由的空气 所以就民生出 当代中国似不为油画的新风格 震撕世界艺术的中国心 今晚的Vincent是怎样来头 他本身是香港本地艺术工作者 主要是塑膠彩画和伸水门座 他本身在香港租会大学 公读当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石士 之前也在香港租会大学 修完视觉艺术文学士 亦复收历史 再之前他在玫瑰多学校 2004至2005年 得选热出乐三艺术家 2009年在浸大视觉艺术系不业复收历史 而在2011年在浸大当代中国研究社会科学 修了射设 现在在葵聪安华工业大厦 有一间工作室做艺术創作 Vincent在香港浸会大学独视艺术期间 紧随着刘习光博士 专习艺术史、艺术评判和孙黑 亦在中文大学艺术系 做了一个学期交换生期间 修读过莫家梁教授的 中国工程会科学史科目 另外在香港浸会大学 护修历史系科目期间 都紧随着麦敬申、朱役宜、 宗保贤等历史系教授研究 中国文化史、西方文明、 欧洲政治史和中美关系史 Vincent在攻读中国研究射词期间 收督陈峰和丁伟教授的 中国国际外交关系研究科目 也收督周佳榮教授的 中国文化演变史科目 和中保研究授的 南中国研究科目 Vincent以不宋宫廷画、 领南中国书画和近代 中共外交政治方面的研究成果 最为特出 他的代表学术论文著作包括 宋徽宗的道家美学思维 和他促进不宋宫廷绘画 发展的探讨 徐飞鸿的 海冉南 制作者 中国文化 中文化 中文化 致不疑,以下有請Vincent分享今晚精彩的內容 拜六早年,祝大家九年萬事勝義,金人滿屋,財源廣章 事內運轉,笑口常開 今天打入正題 春敬師 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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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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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 第一个是 洛可可主义 洛可可和中国的艺术有什么深厚的淵源呢 就是 话说 有一位德国哲学家 或者衣笔画 去拿回灵感 为什么我们 欧洲 处于Dark Ages 这段时间 我们的油画 的人物的表态 是那么坚硬 是很僵硬 这个是Dark Ages 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画 是欠缺了一种灵魂 那 那 当 看起大帝 整个宫廷 的士大夫 都传授给他的一些 中国的美学知识呢 是带回到欧洲 是给 法国啊 意大利啊 德国啊 那些 知识分子去看 到底 有什么 是可以 借鉴到 去改革到 我们欧洲的 油画的 传统呢 那 在这个过程 那当然 Gothraut Wilhelm Nittles 是 领军者 那他 带领一班 的 传教士 去到中国 那时候 呢 不同的传教士 都做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例如 好像 Faster Claudio Filippo Grimaldi 他这位 意大利的传教士 他就联同 传教士 另一位 法国的传教士 出版了 Norvissima Sinica Norvissima Sinica 应该是解 新中国的意思 是的 那是 拉丁文 那他看中国 就是一个很 modern 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 modern civilization 而 他们看欧洲 是一个 backward civilization 那 他就觉得 应该 就是中国的一些 瑜伽 道家 的精神 放回西方的政治 和社会体制的改革 那西方 就会富强起來了 就不会有那么多 政权上的贪腐 或者民生那么困苦 那 这个是他们的 的 那是 事实上是否 那样 当然 未必尽信 那 另外一位 法国作家 Norvissima Sinica 他出版了 Sinarum Scientia Political Morales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是说 就是 Political Moral Science of China 就是说 是 中国的 政治 道德 的科学 的研究 那他里面呢 其实是 包含了 那万子 论语 中庸 诗书 离役 春秋的一些精华 的评论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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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也都会有一些是 就是 教授到 一个 就是 绘画的士大夫 应该要有的一些 的美学素养 那 都是以 儒家的思想为主导 那另外一位 就是John Hay 那John Hay 他就是 用 口语化的文学作品 去歌颂中国的 詞制 花瓶 那 他觉得 就是 清初的 景泰南 是很美的 那 那 不排除 不排除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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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 意大利 这一班的全教士 他们借隔了景泰南的技术 当他们带过去葡萄牙 就是葡萄牙的 的 纸砖画 都是受了少少少中国的景泰南的元素影响 那 这些 我可能下一次才说 因为 因为 这个牵涉葡萄牙的问题 那 但是总括而言 他觉得 他们这一班的 全教士 在中国研究了这么多的 的 漁色道 的 哲理 他们所 吸收到的一些精神 能带回歐洲 法国 就可以 創造到一个 叫做 Rococo 的图画 但是 你可以看到 最 左下角的画 就是 Sean Antonio Wattle 畫的 他是Rococo的 领军者 你看到 很多很可爱的天使 在松林 飛来 而裸體女性的一個Fountain 亦都是好像真人那樣的 你會見到這個算是文藝復興的一個Prelude 而你會見到他不會全部人都很清晰地表達 總有一些人在背後是很模糊的感覺 但是他又未去到印象主義 他仍然是寫實的 他用色方面仍然是寫實主義 直到Monnais、Renault 或者Monnais這班法國畫家 是真的站出來改革美學系統 才出現了印象派 其實Monnais這班畫家 是組織藝術工會 因為他們是聯繫一線去擴行沙龍的策子上的美學審的壟斷 Saint-Antonio-Wattel 都未做到那麽浪格 但是Monnais他真的可以去衝擊得到沙龍 從而令到當時的波光 dynasty 是真的聽他們說 甚至是Napoleon也聽他們說 另外就是後印象主義 後印象主義 其實就是上世紀初始出現的 正式來說是上世紀初出現 但是有些畫家都是橫花 好像高筋那樣 都某程度算是後印象主義 Paul Sassan算是一個代表作 即是後印象主義 即是它是介乎19世紀中至20世紀中的 這段時間 後印象主義某程度是更加不講anactivity 即如果你說impressions 還會講anactivity 但是後印象主義更加解放 更加貼近到expressionism這個level 你見到後印象主義某程度 你見到後印象主義某程度 好像Paul Sassan裏體的原始女士 其實根本它是用油畫刀去刮 油畫刀去刮整個畫的形式出來 以及刮整個人形出來 它沒有用畫不可疑 那這一種是創作 後印象主義某程度 後印象主義某程度 即是真的 像Paul Sassan那裡 或者像德國 像George Grosjean 那些 簡直是有故事的 有concept的 暫時這個Paul Sassan 還沒有說很多故事 還是寫新的 只不過它寫新的 是用了一些新的 experimental techniques來做 那就變成了後印象主義 某程度法局都是後印象主義 好了 那有哪些 的結出華藝術家 是受剛才那三種主義 即是門花間足影響 我可以說是潘玉良 朱德群 趙穆極 潘玉良 是中國最早的女性主義藝術家 她本身是一個妓女 我上一次講錯也有講過 但是她畫人物的風格 就真是後印象主義 後印象主義 她不算印象主義 但她是日後印象主義 即是她近次Paul Sassan那種 那種的名角 但是你會看到有一種趣味在那裡 Human speech 另外朱德群和趙穆極 就是abstract 但他abstract 就借鑒了中國 山水 即是好像戶寶石 那種文人大器堂 那種異景 擺在那些釋拜的表現上 看到那些 那些水 串流不息 細水流長 那種感覺 那另外就是吳冠宗 吳冠宗 吳冠宗 你會看到她是很重視 立法那種感覺 吳冠宗這幅油畫 即是她主力是表達了 屋那種的色塊的意境 另外也會有 某些位是連續了綠色點 綠色點 或者黃色點 不過這幅畫就沒有黃色點 她也都是 說那個illusion 即吳冠宗是很重視的illusion 異象 而不是巨象 她看 就是 江南水色 她是用一種異象去看 而不是說用一種巨象去看 所以你會看到 意著得來 她是有立法的 她很重視立法 等於是 鄭克六發所說的 驚形為之 那種精神 她在這幅油畫上 當然你說她那些 很多 矯線的水文畫 比較像 Jackson Pollock 如果用現在的art history 角度是像 Jackson Pollock的 就是abstract expressions 但是如果我們只看她的油畫 其實她沒有去到這個程度 她純粹是異象 那異象 其實某程度 我都可以classic 她是後印象主義的 那好了 有一種畫 叫風俗畫 其實都是借隔歐洲 那這一幅 就不是法國的 它是源自比利 它源自 荷蘭的 一個叫做 是Peter Bruegel the Elder 這一位的歐洲藝術家 也是 Beyond the Lococo period 她畫了這一幅 有一些農民和士兵走爛的照片 那些片段 她那一幅叫 The Blind Leading the Blind The Parable Blyden 你會看到 風俗畫 跟剛才你看到 Monnaie 或者Paul Sassan 那些畫的不同之處 就是風俗畫 很多時候都會是 將一些社會的陰暗面 是表現出來的 而是去做成一種 nationalistic propaganda 是帶動到那些人 去關心社職的 那這一幅畫 很明顯你看到 那些 裡面有一些是傳教士 有士兵 有農民 他們是去 為了保衛家園 他們要走爛 那時候 其實荷蘭 都未是很強大 都是面對很多周邊的鄰國 有時候會搞他們 這些景象 是隨時都會發生的 人的生命 其實不是很可貴 在那個年代 但是風俗畫 就是表現到 這些弱勢的社群 在這麼戰亂 每個國家都想說 統一 想革命 那個年代 怎樣去 毀曲禽存 那是真的畫出來的 那徐悲鴻 某程度都有學到 Peter Bruegel The Elder 的一些精神 為什麼我說徐悲鴻 學到他的精神呢 其實 而於 徐悲鴻 跟 University 有一次 Nipson 的一位教授 叫做 Professor August Skemaso 是去學歐洲美術史 應該是蔡元培 徐悲鴻 是間接 剛才我講的 他就教蔡元培 Western Artistry 那當然也會教到 Western Aesthetics Western Art Vilosophy 以蔡元培 學有所成之後 他回到中國 就在北京大學做校長 然後開創了 北京大學的美術學院 找了徐悲鴻 做北京大學美院的院長 那時候也是叫校長 即是美術學院的校長 但其實是院長 根據我的歷史系的教授 周佳榮 他寫的那本書的推斷 就是說 其實某程度蔡元培 是將Peter Brugosi Elder的風俗畫 然後再將這種風俗畫 所帶動的Flamish Art Renaissance 那種的 那種的expression 的style 是去灌輸給徐悲鴻 灌輸給徐悲鴻 然後徐悲鴻就開始去研發 中國特色的general paintings 就好像現在這一幅這樣 叫做 《溪我後》 《溪我後》這個 就是講說 這個 在雙湯那一段時期 就民不聊生 他們就是希望 有一個領軍推翻雙照 他們畫了那些農民 是皮黃骨獸 連小朋友都沒有衣服 沒有衣服 他們很希望有一個西州的革命者出來 另外這一幅 這一幅 就是填環伯壯士的 就是講漢高祖的 畫中那個 在那裏向那些農民 和那些弱勢的工人 是去表示感謝 是因為漢高祖是感謝他們 幫他們完成大業 完成建立西漢的大業 所以他希望將這種激勵 是被人家的事氣 那種意象畫出來 從而去激勵 當時五四 和新文化運動之後 那些中國的知識分子 甚至是農民和工人階級 大家團結起來去抗日 你會看到 徐悲鴻畫的風格 都是古典寫實主義 他未算是impressions 但是他那個general painting 那個風格 某程度是有少少借鑑 Peter Bruegel the Elder 但是徐悲鴻 他本身是在法國留學的 其實他都明白到法國的浪漫主義 就是剛才我說 Lococo impressionism 和Post impressionism 其實都是源於 浪漫主義 其實浪漫主義 是stimulate creative ideas 沒有浪漫主義 就沒有creativity 其實徐悲鴻覺得 我就算是很緊張寫實也好 但是我仍然覺得 浪漫主義始終是一個guiding code 而中國這麼多年來的宮廷和文人的公筆 或者義筆畫 就是少了這種浪漫主義的情操 所以他就在那個時代 有蔡月潘的支持 他就大膽去創造這些新款的general paintings出來 另外一位有畫Jerry paintings的藝術家 就是林峰眠 你會看到林峰眠和徐悲鴻是很大對比的 徐悲鴻是屬於折衝派的 而林峰眠是屬於全盤西化派的 即是茅沫風眠 某程度是傾向了 例如Harry Matisse 那些半抽象的人物的 表達的故障 你會看到這個豐收 那些女人的手是不合比 都是很瀉 很纖維細細 但是他又很吊詭 他又有些像周方的爭花侍女圖 那些這樣的風格 即是Chinky Eyes 還有很纖維玉手 那些元素他又復古出來 還要很臨尼盡致 是的 你看到他就算是油彩報本也好 他仍然是不會整幅畫是密不透氣 他仍然有一些很 就是Sheroscow的空間 有時候你會看到他的筆竹 都挺Sketch的 那旁邊那一幅 你會看到其實 他是拿了那種夜景的感覺 而你看到那些魚 都是用藍和白的色彩對比去表達 你看到他晚上的風格更加是不講人的臉筒的清晰度 純粹是很Vacuum的表達 就是那個景物和肢體動作的算數 什麼樣子已經不重要了 是的 其實他那個最主要的表達就是那些帆船 那些魚艇的尖銳 和那些魚那種的零納納的感覺 其實你會看到他會有取捨的功夫 很遺憾地就是民國這段時期是維持得很短的 變成這種中國特色的法國美學體蒙主義 其實不長久了 就是徐悲鴻或者林峰綿 他們做的有法國的浪漫主義情懷的general paintings 再加上例如說 有些是已經離居了海岸 就是潘玉良那些 其實數完是十隻手指不夠的 所以他們為什麼到現在都還是這麼珍貴呢 在美術史的chapter 裡面都還是這麼珍貴 是因為沒有多少人可以做得到 那我就說一下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就是因為去到中共時代 就開始有一個叫中國特色列寧畫派出現 那這個中國特色列寧畫派 就是你現在回到深圳大分村 隨便找一個深圳美縣 天津美縣 周美縣 什麼重慶美縣 都畫得到的風格 那你會覺得 剛才中國特色法國啟蒙主義 那些的傑出華藝術家是珍貴一些 還是大分村裡面那些大陸美縣的學生 那些畫風是珍貴一些 那大家自我回答我了 就是根本現在的那些 那些中國特色列寧畫派是沒有浪漫主義的了 已經沒有了這舊東西的了 浪又浪漫又往下 要多一塊好散 是啊是啊 那好吧 我略略說一說 那好了 為什麼叫中國特色列寧畫派呢 他叫社會主義面紙的寶貨 是由面紙的寶貨術過到波多奇寶貨術 有些大陸沒讀過西史的中國的美術史教授 他們就很籠統覺得 Manship is Son, Borsham is Son,列寧, Stalin 是差不多的 其實就不是的 如果我們用很學術的策解 Manship is Son其實是列寧發起先的 Borsham is... 因為我以前中四中讀西斯是有讀Russian History的 就是由沙皇讀到去Stalin 所以呢 這個這麼多殊力神的毛澤東 他去搞Laninist painting 其實是燒大人的嘴巴 但是毛澤東就真的借助了列寧畫派那種精神 去實踐他的波索力神 中國特色的波索力神 這又是190位 是啊 就是很牛頭不搭馬嘴的一件事 Manship is Son 是啊 Manship is Son 是啊 就是Moderate Socialist 就是列寧那個黨 他佛國的黨 是啊 是啊 下面那個 Can you translate to the Chinese Manship is Son Manship is Son 其實是Moderate 如果你說我們看中國共產黨史 Manship is Son 的主張者其實是陳獨秀和李大超 Borsham就是毛澤東 朱德 即是激進一點的一班 但是毛澤東竟然是借助了Leninus的畫派 去搞他的Aesthetics方面的思想控制 真的借到人了 是的 他是借列寧 他不是借Stalin 因為如果我們看Stalin那個時候 那些Propaganda Art 是更加激進的 畫面真的好像POP Art 是沒有什麼畫味 可言 沒有什麼Pigment 沒有什麼Criminate 可言 反而有些是Andy Warhol 是的 是蘇聯模式的Andy Warhol 但是列寧畫派 極其量好像徐飛鴻 剛才溪我後 和田環五壯士 就不會說是這麼Propaganda 但是毛澤東竟然用了Manchinist 列寧主義那種的美學精神 去做中國藝術家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機器 這個就是釣詐 我覺得他不用Stalin 是有些原因的 因為其實他某程度 他不用Stalin Stalin 那種State bureaucracy 那種State bureaucracy 有些不是很傻 那些就以為是 和史泰倫差不多 但其實有分別 兩個人是很大分別的 那種是硬很多 硬很多 列寧本身是什麼 即是說那個 政治學 列寧本身是 它是什麼 即是說那種 如果在政治上都是殘忍 沒有Stalin不殘忍 他不會不殘忍 他都是殘忍 但即是說那個 那種魔法性沒有 沒有史泰倫 但是毛澤東 雖然他是波說歷神 但他不是史泰倫 他覺得史泰倫的State machinery 是應用在中國的 那種農業為本的社會 那種農業為本的社會 因為史泰倫是很講究那種 煉鋼、煉鐵 人革命 他讀過這些 毛澤東本身是農民領袖 是土匪的 所以某程度 毛澤東不敢借助 史泰倫那些波書 史泰倫的風格 是去改革 中國美院 是背後有些原因的 還有那種 史泰倫和毛澤東 是不是已經 一般的 是的 已經一般的朋友了 好了 這一個很有趣 叫鬼之處 但是這個叫鬼之處 竟然是動到今時今日 都仍是活動的 真是很笑白眼的嘴 是的 幾十年都是 是的 那種疆化的黨國美項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畫 好像鄧尚 你這樣說 我讀過政治作史 但是怎樣僵化呢 其實你想批判一些畫 比較 批判道 他那個批判就是 例如說好像李可燕 就是萬青林教授的師傅 我覺得他是行為上那種僵化 多於是畫面上的僵化 但是好像李可燕 他是畫 紅蟲山水 那時候是嶺南畫派的 第一批那批次數 他畫紅蟲山水 拿去牛棚的勞改 那種 他是既批判 辛亥革命前的宮廷 或者民人的中國民人 中國二筆或公筆畫 同時也批判民國時期的領南國畫 亦都批判民國時期的 法國啟蒙主義的油畫 他是行為上多於畫面上的表達 他畫面上都是列明畫派 但是行為上是 不斷去 去廝殺那些 剛才那個三派人 雖然不知 政治干涉了美術 通通在那個自由上沒有了 這個很悲慘 但是TURN OUT出來的結果 一會兒都會看到 其實好像近上一樣 他最後都是畫很普通的人物寫身 其實他只不過是把所有東西去無存清 沒有任何credivity 不准要浪漫主義 不准Rococo 不准Impressionism 不准Post Impressionism 也不准Expressionism 最後全部都是寫身 就是這麼諷刺 那些避開了什麼 什麼都不用說 寫身 避開了所有政治 是啊 現在近上而上到位 就是他完全避開了 好像TVB 全部自我審查 I know I know 明白 所以畫面上 你說是否很bossessed 其實都不會的 只不過是他畫 很bossessed 只不過我要借作Lennon的paint style 然後令到整個作品出來是去無存清的 這兩套東西一日不散一日 沒有意思的事 是啊 不要緊 但其實都是相通的東西 好了 接著就是軍政藝教合一 軍政藝教合一 就是 好像一會兒講侯一文的思說 那些寡家 例如說他在美院受訓的時候 已經要參軍 參軍當然是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解放軍 例如說是紅衛兵或者是紅軍 在參軍的過程 他們要幫黨報 或者人民的報首 去做戰備畫家 或者是做poster的designer 總而言之是做文宣的插圖家 同時他們也要去戰場拿著槍去打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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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毅法局主席黃英偉就說 香港的藝術教育呢 是官產學合一 但大陸就是軍政藝教合一 哈哈哈哈 他說 這個是黃英偉講的 他說觀產學合一 舉例我是藝術家 現在我又要去租政府的場地去搞展覽 要靠政府的幫助去打仗 但我同時也要做一個art tutor 去開畫班教畫 然後透過教畫的過程 可以認識到一些畫廊老闆賣到畫 或者自己賣到畫 所以叫做觀產學合一 但是中國大陸就沒有觀產學合一 這回事的 現在當然也有了 那個年代叫軍政藝教合一 就是你要參軍 你要做中共的黨員 是很骨幹的黨員 然後呢 藝術就是創作 教就是在美院教書 所以叫軍政藝教合一 好了 proletarianism proletarianism 即是無產階級主義 即是他畫的人物的取材 全部都是農民 labors 或者是工人 就不會畫達官貴人 不會畫貴族 不會畫皇帝皇后 你畫這些就死了 即是說你走資了 崇尚階級鬥爭 就是 我畫一幅畫出來 裡面那些人的目的 即是畫裡面的人物的目的 其實都是要批判某一個敵人 批判劉少奇 他透過營造一個故事性的畫面去批判劉少奇 這一種就是階級鬥爭的配話 不鬥不安樂 不鬥不安樂 即是 即是把劉少奇是妖魔化才算 那就叫做崇尚階級鬥爭 他用畫去表達 好 Art as a kind of nationalistic propaganda 即是一個民族主義性的 propaganda 即是說我煽動到一些人去打仗 然後說 撐北韓 朝鮮 去打南韓 打美國佬 這一種就是nationalistic propaganda 哇 中國很弱 不斷被美國的霸權主義欺 要畫到這種煽情法 我們就有美帝國主義的侵略 沒錯 沒錯 另外 毛澤東式的個人崇拜 就當他好像希特拉那樣去畫 毛主席萬歲那些 毛主席萬歲 你不可以妖魔化他 說他的手是什麼方向 或者 他會不會 臉多了粒粒那些 你說得他不好 都是死罪 那時候是死罪 是啊 就是你不可以 就是你畫毛澤東 可能你要上了多少堂的人像素描 是專畫毛澤東 接著呢 我練夠你那個素描的技巧 甚至我練到你石膏倒舞技巧 我才讓你上場去畫毛澤東的個人崇拜的 Jerry paintings 最重要的是 現場不會給你真人的毛澤東去練 沒錯 所以你能夠畫到一個露火純青的毛澤東 其實是一個國家的光明 是 如果在現代 現在大陸已經沒有這些 這麼嚴苛的東西 但是朝鮮是有的 譬如如果一涉及到金日成 金正日那些 譬如說 無論是製作那些銅像畫 還有做拍攝那些 還有你在那些 有兩個人的筆頭動作 你都可以特別講究 是的 所以要練好久才可以有之間畫毛澤東像 畫到他其實是一點都不簡單的 歌頌騙體輪傷的紅衛兵或者革命者 畫面之靈破碎 你會見到他們很多的英雄都是雙殘 畫到要畫給一些黎民百姓 他們為黨犧牲了很多 你們要歌頌他們 為何他們犧牲呢 其實全部都是為了 偉大的毛澤東 毛澤東的革命思想而犧牲 所以你們都要學自他這樣 去犧牲 不是啊 近年還出了更加 趨漲的是什麼 學習這個活雷工精彩 即是什麼意思 雷工那時候就是 好像是 他是 不知道是黨員還是什麼 照清的 我不是很清楚 他有一次是 不知道是修理電纜還是什麼時候 是捉電死了 哦 哦 那時候就是 後來雷鋒的電視 吹大 就是要大家學習雷鋒 即是因為他做這個科研而犧牲 所以要效法他 所以要令他效法他那種科研犧牲的精神 這個是說不怕犧牲 不怕犧牲 哦 就是不要說因為單一人緣的人命傷亡 而去集體縮屈 哦 明白 那這樣也很相似 是 就是民族主義大於個人身心靈那些 好 接下來這個就是 那些是全世界歷史的 類似的 任何人物質 某些程度 如果你問我去評價 列寧畫派 其實和 來部滿志,來華之前那個 歐洲的dark ages 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大家是臭味傷頭的 因為他們 大家都是 Anti-impressionism Anti-expressionism 沒有任何的credivity 沒有任何的浪漫主義可言 好 普通雷鋒的精神就是 雷鋒 雷鋒那時他也是說 要做一滴極向上的人生態度 但他是電死了 但仍然可以鼓勵到人們積極向上 即是說他電死了 即是說不要因為害怕一個人電死 而放棄大家積極向上的心態 所以就找一些畫家去畫他 政府找一些畫家去畫他 然後就希望借幅畫去感染身邊的人 雷鋒逸中去效法他那種 即是不要縮骨的創新的精神 這是一個 role model 是 炒資料就是 雷鋒在1962年8月15日 雷鋒在遼寧省虎順市 望花區的瀋陽軍區工程 林十全駐地區裏面 在路面指揮戰友喬柯山向前開車的頭 因為汽車不慎押倒落三江 遭到達目光在鐵絲的反彈狀之下 擊中頭部而倒地不省人士 投送到當時的虎順西部職工醫院採救 機身過診雷鋒一天頭部有則太陽躲臂 目光重擊造成勞骨骨折 腦內大量吹血致死響眠大致睡 而不是見死 而是被木光砸死 所以那一刻 不是觸電 是被木光擊中頭部 腦吹血致死 這麼年輕制下暴失 是 是 這是唯一法科 剛剛我所說的觸電應該我記載了 哦 我都是悲命之死 就是為了特殘任務而死於悲鳴 中共要製造一個新的道德模範出來 因為它已經打破了 舊中國那套道德的準成 是 所以善行那個已經死了的人 是 說他如何好骨利己的專門理人 一個重新一個道德的 不是 新中國的道德的準則 就是 小我 完成大我 開眼光 是的 好了 我們介紹一下第一位畫家 侯一文 侯一文是蒙古人 他是中國壁畫學會的名譽會長 他曾經任中國美院的油畫系副主任 第一副院長 他也是參與過人民幣的設計 人民幣的畫面 即是工農兵的革命烈士 全部都是他親不畫的 原用至今 是的 我插了過去 Brian的髮簾 哈哈哈 Brian救貨幣市 我插了腳過去 即是今日的人仔 還是侯一文畫的 是的 侯一文就是 我們現在用的人仔 所有的素描人像 的首席畫家 是的 就算有其他人不關心 最後都要驚訝侯一文手去塑 是的 是的 那 他的畫有什麼風格呢 其實呢 都是屬於genery painting 即是油畫方面屬於genery painting 但是素描來說 就真的是很絕對性的realism 那他那個油畫的genery painting 是去到怎樣的層次 一會兒我會講 我們看看他的人民幣 人民幣的創作就是 你會見他 是有少少跟文藝復興流氧 其實我自己評價就是 自從中共建國以來 中國的素描 是很反對 就是他 反對 反對 renaissance 那時候那種的 是很反對 renaissance 時的cheroscuro effect 就是 好像用碳子出來的那種感覺 又不是全部都是那麼實線 有些位置可以朦朦朦朦朦朦 但又不是水墨畫那些 是的 你看到達文西 他畫聖奧瑪利 施洗藥學 和蘇基督 那幅的素描 你會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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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豬肉潤 但又有些朦朦朦朦 的感覺 有些draperies 那些draperies 是很栩栩如新的 很有種氣韻生動 跟中國人那種的氣韻生動 是很像的 但是 中國的素描 是自中共建國以來的 中國素描 最討厭這一套 他覺得這種siroscuro effect 其實就是帶動 一些人去西法 或者是走資 就是 浪漫主義的那種走資 但是他們又不記得 鄧小平以前都在法國讀 社會主義的 那難道他叫做走資 所以就批鬥鄧小平 但是就是說 為什麼中國素描 去到那個寫實主義 是極端到 是將siroscuro effect 排注於外呢 就是因為他很害怕 有一種的erotic desire 是stimulate了出來 然後再用這些 掛工效果來做彈簽機械人那些 是的 還有呢 刺激到一些中國的 工農兵階級 有非分之數 嗯 就是你看到達文西或 蘇特呢 聖母馬利亞 劃施洗药行 以及劃耶穌基督 某程度呢 都讓他們到來 都是用一個 很 errors 弄這種的 就像弗洛伊德那種的 是去畫出來的 Based on subconscious 那種sexual design 去畫出那些性像 但是毛澤東覺得這些 是由邪 全部都是由邪 一定會打壓 所以他創造了一個中國特色的寫實素描 中國特色的寫實素描 當時的對話肯定不是用這字眼來形容的 他們堅持畫指是現代化的 其實是中國特色的寫實素描 將這個Sheroscuro是排珠外的 他說中國特色的圖片 其實是1964年之後 蘇聯有任努力 那時鄧小榮才叫中國特色社會主要 是啊 以前不會這樣說 以前是盡量無可能離到別的地方 令到自己國家快點回復 令到自己國家快點去回復前朝 榜養 他會用馬列式素描 或者馬列式油畫去形容 但是他又不是很了解到 馬列寧畫派那種真正的底腕是甚麼 是的 是的 是妖言畫作的 某程度是妖言畫作的 即是他將列寧是妖魔化了 我也不知道 是 但是列寧其實呢 某程度他也是很尊重 沙皇時期那些 那些classical Russian art 那些浪漫力度 但是他看不到的 毛澤東不懂的 其實 是 他只是用不去衰的方面 去側落給中國人 去受 那些農業出身的 那除了用政治有甚麼藝術 他會認識其他藝術嗎 是的 其實他不會認識的 那是即是我的 是的 你會見到那些人物 其實你會見到那些 沒有draperies所列言 是不是 即是 那些軍裝都是很僵硬化 好像人民大會堂 最右手邊那個男人 那些衣服其實都沒有什麼draperies 硬滾滾 硬滾滾 那些人的笑臉都是硬滾滾 那些人的笑臉都是硬滾滾的 但是這種風格 竟然影響到朝鮮 是 即是朝鮮現在就全被捕捉了 在越南 也有影響到越南 也有影響到越南 是的 所以那個危害甚大 但是現在當今的中國領導人 就會說 這一種的中國特色的寫實掃描風格 是非常之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 總而言之 我們又不是學足了蘇聯 又不是學足了歐洲 總而言之 掃描 我知道這一樣是西方藝術的context 但是擺在我們中國上 就是有一種這樣的中國特色展現出來 近二十年 如果大陸官方就宣稱 合乎中國國情 某程度 是的 就是這樣 這些事情 Brian都說不出 哈哈哈哈 原來侯一文就是 人民幣的設計者 他說不出這些事情 哈哈哈哈 另外一位跟他一起 參與人民幣設計 叫做羅功柳 那麽 後一文呢 他在不停藝尊讀書的時候 他是地下黨員 那他亦都為了鬥爭而畫過漫畫 當然是諷刺走資派 或者諷刺 像國民黨餘孽那些的漫畫 那麽 以前呢 那麽 是軍政 藝教合一 就是 很多美院學生 根本他們入到美院 都已經是在玩政治 做地下黨員 參與紅軍 我不可以這樣的一個比喻 如果你說做一個大學生參與學生會做會長 那是參與政治 但是他們以前那個年代的參與政治是做地下黨 做紅軍 做紅衛兵 是參軍 這幅畫叫劉少奇同志與安園曠宮 他畫這幅畫的時候劉少奇還未被批鬥 他仍然一廂情願以為中共是會欣賞他 用一種英雄形象去塑造劉少奇 他怎樣去為農民去請命 但是誰不知劉少奇提倡 中國可以有限度地走向資本化 重新去展開多些外貿 或者是金融市場經濟 令到農民可以多一些 raw material sources 現在朝鮮就是在做這些步伐 早前十年二十年想搞一個新二洲特別行政區 然後找一個荷蘭裔的中國籍 因為人興去做 準備找一個新二洲的特首 中國探了他做案件調查 然後新二洲特區的方案就不斷 反而是搞一個羅斯風經濟特區 羅斯風經濟特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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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學香港 就是說 中國都有一個香港特別行政區 為什麼我們朝鮮 不要設一個特別行政區出來 可以賺錢 現在羅斯風經濟特區 就是玩一個模式類似於中國大陸的深圳 有二線關口那些 叫做經濟特區 某程度叫做經濟特區 羅斯風經濟特區 有二線關口 羅斯風經濟特區以外的人沒有通行政 是不准進去羅斯風經濟特區 進去羅斯風經濟特區 還有兩重關口住手 就是一些軍人 負責去查你的人有沒有通行政 檢查你的電話和相機 有沒有遺憾相 遺憾資料 即是他只是崇尚有限度的自由經濟 但是他有很多個人行政 或者生活上的censorship 是規範著你 一定要跟那個route 你不跟都是犯法的 是的 現在朝鮮都是當年中國大陸那些版 明白 這裏是說 侯一文他畫了這幅畫的時候 誰不知毛澤東就頒布命令去批判劉少奇 那侯一文 哎呀 死火了 毛澤東突然改了思想路向 我又怕被批鬥 因為畫了這幅畫 所以他後來想著寶王 畫一幅叫毛主席去安苑 哈哈哈哈 他怕被批鬥 但是他最後都敵不過毛派的批鬥 我以前都是要拉他 更改了一段時間 就算毛澤東沒有住 但是他下面的紅衛兵 那些年輕人永遠 心急過住人 其實那些批鬥也是這樣 那為了張公寶國 再畫多幅叫毛主席 安苑公日 在一起主事中心 你不要批鬥我 我以前都做過上海藝尊的地下黨員 我亦都不斷做戰士 戰地畫家 去幫過黨部小陸的功勞 都批鬥我 不是吧 那時候真的是這樣 其實某程度 侯一文他對中國共產黨 是八成中心的 但是八成中心都不夠的 因為他要你絕對地效忠毛澤東 但是問題是他畫這幅畫之前 他不知道毛澤東是原來不喜歡劉少奇的 有些是想不到的 等於曾蔭權年代 我畫了一幅唐英年的畫像 我怎知道六八九會上場的 當六八九上場的時候 看到你這個Vincent畫唐英年 我就煮死你 就DQ你 那這些就是死 你明白嗎 就是這樣 如果你說我畫護官 死臭我都會煮死我 這個就是那時候侯一文 但侯一文不是不喜歡共產黨的 他很忠心 從建國之前到之後都賣命去支持共產黨的任何軍事行動 但是共產黨就是這樣 好了 那這些是網上評價折錄 就是說 就是 其實都是 侯一文 他講過他畫的意見 就是 侯一文 剛才我講 proletarism 就是 無產階級主義 侯一文 他對礦工 那種的 勞動 的動作 或姿態 是有一份偏愛的 所以他畫劉少奇同志與安圓礦工這幅畫 為什麼他畫那些採礦工人呢 哇 很多骨感啊 有一種的 就是很多灰塵啊 那些手和腳都 都黑漆漆漆 他很喜歡這種感覺 他覺得這種人才是proletarist 才是真正不早做的 但是你反觀法國人 法國畫家 來話的Sean Antonio Vettel 他畫那些天使 Beefay來飛去 全部都是光滑無瑕的貴族 是啊 就算是 去到印象派時 Renault 他都是畫那些貴族婦女 在人野那裡野餐 草地啊 穿得漂亮 然後裙子又長一長 坐都坐不下 是啊 然後去到就算是Paul Sassan 或者Paul Gorgon 他畫大溪地的女士 那些女士都是畫圍圍圍的 雖然是黑皮褲而已 但是都是乾淨的 對 對 但是後一文就是 我喜歡畫中國人那種 骯髒 樸素 樸素 樸素的感覺 對 這種才是我們中國人 最有那種特色 對 最反映到中國人最真實的一面 對 對 對 另外就是 他 會真的為了一幅的general painting 去安圓 做實地勞動的考察 就是他自己也想去下香港 對 他甚至會帶一本掃描寶 去現場 掃描那些勞工 勞動人士那些姿態 嗯 然後呢 就可能借個龍舍回來 然後就鋪覆Canvas在那裡 開些油彩去畫 然後每一早上都是看著那些農民 或者工人 或者採礦工人 怎樣去 即是跟他們一起生活 然後跟他們生活過程 就同時在那裡畫畫 那樣 那這個就是他那種的 做創作的生活態度 他做了一幅作品的主題 我們不願做龍帝 我們不願做頭髮 我們不願做人 某程度他也是 他作為一位畫家 他是去到現場 是同時去做創作 也是同時去帶動到當地的人 跟他們一起相處 帶動到他們 去為毛澤東效命那種的士氣 即是某程度他也覺得自己 代表毛澤東去激勵那些工農 採礦工那些士氣 是很危險 par 例如說劉紹奇 右邊拿稿的工人 童工的形象 後來我用一個印刷工作模特 把各種形象的可能性 他試驗出來 試驗完之後再找一個印刷工作的模特兒 因為他不可能叫停採礦工人站在那裡 這樣給他畫的 因為他們始終都在做事 他再回到農舍工作室去思量那個動作 他就借多另一位助手去幫忙擺一個post 讓他畫得比較精準一點 最終的定稿裏 我會選用黑白和抗公法和的平估的顏色 作為主色調 構圖上選用的線 從中間向外 噴湧的構圖方式 他整個都是dark painting 即是他general painting某程度 剛才說Peter Bruegel the Elder 其實他所創立Flamish Art Renaissance的general painting 他說自己其實我都是在做dark painting 所謂將社會陰暗的一面 排他畫出來 他現在說 某一文他某程度都是跟徐悲鴻一樣 我借助了Peter Bruegel the Elder dark painting四元素 是他表達人性最陰暗的一面 但陰暗得來他們是英雄來的 他說是從中間向外噴湧的構圖方式 即是說 其實都是有focal point 他不會說整堆人亂大龍 一存在總要有一個空間是給他們思考的 而人與人之間是有一個spiritual guardian 那好吧 我們現在開一開一段片看看吧 你在哪裏 你再把他畫出來 你還沒有的 那個人的意見 你想從中間的是誰 我找到你 這個蠻熟悉的奴階 合作的六亿神州近顺瑶 这张长两米宽八米的油画 参加过全国美战 曾经被陆续翻译出版过 一千五百万张 而为了这张画 前几名国立一家 重名的拍卖公司的副总 曾经两次登门拍摩 他就说 你的话老婆上市 他说对你这个名誉也不好 他说我给你运作一下 把你的话能够想办法上市 我怎么上呢 他说那我就看着你这张画 他说我给你绝对创一个天价 一向不卖自己作品的偶印 当时也没有表态 只是说先考虑考虑 后来让介绍那位副总来的朋友 玩人戏剧 并说明了缘由 还顺便享用一步 我这是个艺术馆 我不可能把我艺术馆的一些重要作品都能做 另外呢 我很出尽这个上市的事 一个太累 一个呢 我也想留下一些我完整的东西 让我的学生们看 我说我不卖 我说我不受那个累 我也饿不着 所以我说我喝粥 我这三个儿我的学生学会了 我的学生有的时候 让他画那些赖画 他就说老师交给我 我喝粥 我喝粥 邓树与侯一鸣 是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时认识的 在那个充满激情的年代 共同的革命理想和爱好 使他们走到了一起 邓树的年华保佑和平 那时还得了全国一登奖 他们合作的第一幅画 是庆祝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 几年后 学校选送邓树 邵大珍等人 到苏联列宾美术学院 去学习油画专业 邓树如鸡四可的在那里学了七年 回国后 在中央美术学院进学人教 现展藏于国家博物馆的油画 毛主席在农村调查 飘梁路上 巴黎头江 都是邓树的代表作 作品寄托了他 投身革命年代的真实情感 理解了历史的记忆 显示了邓树身后的艺术功力 去崩跑何初选 于是此一天 志和良分情境 念留业 学望派长空 天际丑云圈 朵色万福桥水上苍蝉 归宙 仅不尽何时间此度不见一弦 才把他的气牌都出来 八十岁高龄的画家侯艺敏 回忆起上中学时的情景 一切都草聪 一切都仿佛另一矩际 至今他一口气 仍然背出了 整断的细相机 那时老师训练他们 大量的背诵古诗词 这给他今后的创作 打下了坚实的极头 它首先是一种民族感情 它培养了你一种 你想难说的一种审美意识 你就必然的排斥某些东西 你就必然的要寻找你 自己最热爱的一种平时语言 来表达不同的感受 侯一鸣的哥哥叔叔 当时都是地下党员 在他们的影响下 侯一鸣加入了地下党的一个分支机构 在明天集团里 参加一些爱国剧目的排练工作 这个时候正好训练混到北京来 1946年9月吧 训练混开始造成 所以我高中之间面临一年 对考到西流通 这个接受的这个能源来的 其实宏一方面把他在后方的一些培养出来的一些他的一些学生 还有他的一些最主要的助手 包括吴卓人啊 王明宜啊 艾中心啊 这些人标记在筹关这个学校 所以逆转就成为一个反星恶 反内战的这场学运的一个发起单位 我给徐悲鸣在这个反内战的宣言上也签名 那我也是大头针的 第二年 侯一鸣失从徐悲鸣不作人转入西化科 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上学期间 侯一鸣看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和目落 18岁里面 他加入了地下党 后来成为这所学校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徐悲鸣对我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除了绘画上的那种严格的基本功语面之外 就是他那个艺术的那种面向人生啊 用自己的创作表现中国的民族的历史啊 表现这些更大力量的资产 对我们来说的心理很大 徐悲鸣交流要做人 而又不可以有傲气但不能没有傲骨 这个在教育思想就对 我认为一直告诉我在多少年在教学里头 我首先教我的学生做人 解放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 在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的一堂军班 那些来自解放区的规划 对后云产生了一种震撼 让他从中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每次我都感觉到 看到了一个真正的阳光 因为最之前我接触的包括我自己的做事 还是忧郁 他面向的是广大的独村战场 是广大的一个解放区的事物 比我震动很大 而且这个展览的中心有一个毛肚型的领域 错在那 所以真正有出现的领域 要去到火热痘中间去 到人民中间去 在这个基础上取得一些密碎原料 然后来进入江湖的过程 对于这一段话 这段话影响了我一生 这个展览之后的数价 徐飞鸿就把侯一鸣所在的这个班 派到东北鲁迅艺术学院 去跟这所学校的学生一起下工厂 深入生活 体验生活 在那里 侯一鸣找到了创作的源泉和灵感 新中国诞生后 侯一鸣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之前 就组织了一个红十月创作运动 1950年 他又发起了一个红五月创作竞赛 当时学生们激情把怀吐入创作 画出了一批可以留存厚实的作品 包括增长清华的烧地契 烧烈地契 这个还有零小金座的雕塑 大梁区定 都现在都还零多了 这些 那当时都是学生 一下子我们就 不说冲击吧 就是促使 美元的一个教学改革 在教学里头最大为 加重了一个非常重的课程 创作课 从此 创作课就成了中央美术学院的正式课程 教课的都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 侯一鸣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都负责创作课的教学 经常组织学生下乡下围换去体验生活 他的学生里面 有如今鼎鼎大名的陈丹青等画家 侯一鸣的夫人邓树 也是创作课的教员 后来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的金上义 当时曾经是邓树的学生 侯一鸣创作的另一个主题是战争 这也与他的亲身经历有关 抗美援朝期间 侯一鸣作为人民日报的特约记者 跟随三十八军五十军进行战地采访 任务是划战场速写 随时给人民日报公告 报道前线动态 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 我们在那 在那过得挺简 所以我就画了一些什么 抢修大桥啊 那林金江的抢修大桥 抢路林金江啊 还有什么这个担架队出发呀 微微信道战壕啊 等等 因为还要继续上课 学校通知侯一鸣和参加抗美援朝的同学返校 说起这件事 侯一鸣之间还觉得遗憾 因为他没能在战场上多担上一段时间 虽然战场的时间不长 但战争的残酷 战士们的英勇顽强 中朝人们的战斗友谊 都给侯一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战火洗礼的侯一鸣 回顾好创作了一批战争一台的作品 郝一鸣还和夫人邓树一勤化过一批民族提材的话 那就是中国人观看最多并且使用最多的人民币 钞票在国际上被称为国家的名片 造壁技术也一向是绝密的 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 当时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 罗公柳 周灵昭 陈若菊 侯一鸣 邓树 组成了神秘的五人设计小组 侯一鸣和夫人邓树 从1958年起就参加第三套人民币的设计 负责创作第三套人民币上的人物与风景 后来他俩又参加了第四套人民币的主景设计 诸如百元票面上的四位人 五十元票面上的工人 农民 知识分子等 十六种票量上的人物与风景绘画 也都出自唐雅之手 近十年来 他与侯一鸣共同构思 师有肖像系列 创作了一批肖像精品 有徐飞鸿 吴作人 王朝文 萧书芳 董锡文 李苦禅 长元祥 莫浦 江峰等几十位名家 这些人是中国美术发展的奠基者和领路人 侯一鸣和邓树用这个系列 纪念曾经为共和国的美术事业 做出过突出贡献的师长和朋友 围着这个展厅观看一周 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廊 这里浓缩着两位老艺术家 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记忆 从徐飞鸿的两张肖像画里 可以真切感受到 这位师长在侯一鸣和邓树心中的分量 廖金文看了以后是神奇非常像 徐飞鸣 慈美善动 在侯一鸣的回忆录里 徐飞鸣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他近年 徐飞鸣接受共产党的条件 促进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当时徐飞鸣一提出来的 这个北平到底怎么办呢 当时压长很长时间 没人敢说话 徐飞鸣第一个站出来 说是为了保护这个北京的古代文化 为了北京的这个人民不受涂炭 不受战争的那个劝 傅将军接受共产党的和平条件 和平解决北京的问题 时任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 地下党支部书记的侯一鸣 第二天就得到了徐飞鸣 劝谏副作义的消息 这件事让他更加深了 对徐先生的敬仰之情 这个不都有 反正这个我们这些话怎么说呢 都是老师背的 或者朋友背的 而且都是在人格上 都是值得这份纪念的一些 所以我有义无为这些人出给理传 我国有着幽远的壁画传统 敦煌墨高窟 堪称世界艺术微薄 四万五千多平方米的壁画 比世人震惊 墨高窟的壁画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路 老一旦艺术家 吴作人 爱中信 张丁 周立昭 黄勇 董西文等人都参与过 新中国壁画的创作 他们心中一直酝酿着 复兴中国壁画的梦想 但这个梦想 到了侯一银这两人手里 才能以变成现实 我认为中国是壁画的一个 最古老的国家 不应该没有 不应该就这样甩落下去 所以我们就和一批人 就承担了重新振兴 中国壁画的一个逆时责任 一直到今天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 首都机场的壁画创作 被人们称为 中国壁画复兴的台段 一些西方评论家 把它看成 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标志 1978年 宏一银向文化部讨告 申请在中央美院 建立壁画研究机构 设立壁画专业 并于当年开始招生 侯一银唱稿全国壁画大展 成立中国壁画学会 组织实施了 敦邦文明 锦绣中华 百花齐放 五千年文化 血肉长城等 多项公众艺术工程 为中国新鲜壁画运动 和国家公众艺术的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东西是中国全国的文化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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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TV有限制 在第三天講課前 侯一鳴跟同學們宣問台灣下的馬 我們這個要講話 我們這個要講話 我們將來做到的事情 為災區 題目就要抗爭狀況 主要表現的是 抗爭中間表現出來的人間大愛 哪個西方學者 我來聽聽 藝術家孫敬波 戴士河 杜文成 袁聖 杜錐 王長新 以及中央委員與中國壁畫學會高級研修班的二十三位學員 都有約加入了創作隊伍 真的 大家說 誰 何種木炭 在那兒 在那兒耳耳 在這期間 侯一鳴因長癌手術中院 下過幾次病未通知 但他就是在病床上 也一直關心著這副聚職的創作 體力稍有恢復 他就再次拿起花筆 我是民眾手術前晚 前晚上工作到夜里 畫畫那個最後一張的那個 他那個凳 我改那個最後那個小孩 開學典禮 這生起紅旗的那個場面 藝術家們通過將近一年的努力 他們終於在五一二汶川地震周年紀念前夕 完成了這努力一座 侯一人認為 這種創作 既是對會畫技巧的訓練 也是對人生的一種激烈 進化 心靈的進化 哇 你中心 人生中心的進化 中心 你中心 人生中心 你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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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心 這個 我中心 這紅色很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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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中心 577個個界人物的劇組 到2.7厘 總長近180個 通編採用素描 洗濕小畫 生動地震的凝固地震爆發後 國家和民眾參與救災的一系列場景 画面具有强烈的冲击力震撼力 它展示了在长期的故事之外 存在于中国的血压中的人间大海 在北京的剑台寺旁边 有一个清静的去处 侯英明和邓树把他称为艺员 夫妻俩在这里一边作画 连忙里偷闲地享受田园生活 邓树不仅种花儿种菜 还养了孔雀和鹰鹿 因此侯英明还给他刻了一方养鸟人的印 有一次在孤化孔雀时停了殿 邓树就让侯英明在被窝里救急 我说你在这睡会儿觉 睡会儿觉等我把蛋放在你这儿 放在你这儿你得敷一下 不是敷你得温一下 你给重认一下 等着电回来我再收回来 他同意了 他就这儿那儿都被 被盖上大面围 还是挺热的 因为心里 把油门 洗把油门 会出来了 突然后来他画了一张画 还作了一首诗 还作了一张画儿 还可以 太感兴趣了 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邓树又开始的组画 苏清明系列六年张油画的创作 他画了一张构图 他就放在桌子上 你能搭纸那一张 我看了一下 你看看 这构图挺好的 这构图 就不画出来 他没时间画了 我一看我走 我说我来画画 这构图 这位夫妻画家 虽然都以冒蝶之年 但他们两人对生活充满热爱 对创作充满激情 好像总有画不完的画 做不完的事情 而且永远都乐在其中 我们这代不把这干活当最受 我们当一个享受 其实我们都有这个毛病 把说的那边享受 把干活当作演 侯伊林说 这一生驱使他不断创作的 就是一种历史的责任感 他还有很多事情想干 虽然还没有干成 但他绝不会退去 人说哀莫大于心死 我这个人是哀莫大于心死 蒙古拼血 我这个人是一个人 我这个人是哀莫大于心死 你会继续 每一位等于心死 员 替武第一 你会继续 是大于心死 剛才那段影片你會看到CCTV有很多水分 第一個水分是他不了解何為西方 後一文的壁畫創作很明顯是古希臘時代的 那些是代表中國特色的藝術文化 這已經是不對的了 第二是他沒有將侯一文或劉少奇 因為GENERIE PAINTING因而被毛澤東批鬥這段歷史放進去 免得說以前他的政治的辛酸史 說到他完美無瑕的中共革命英雄 另外你會看到侯一文他一開始有拍賣行的商人 approach他 問他我可不可以拿你的木額還拍賣 他說我不憂茶憂米 其實我的畫室是一個美術館來的 他說美術館的作品怎麼會拿出去賣的呢 美術館的作品是留給我的學生去做教學的參考 他們是教材來的 你會看到侯一文他在一個軍政藝教合一的環境下 他崇尚Boshevitzel是非常固執的那種崇尚 他是不屑市場經濟的 他覺得畫廊或者拍賣行去approach他去賣畫 谷到那些畫天價這麼高 這些都是銅臭來的 他寧願說我餓我就喝醋 我的學生就跟著我一起喝醋 香港人的邏輯永遠不會想明他們 為何會有這樣的崇高的意志 沒有的 香港人差不多十個狗都是走資奴隸機械狗 如果他們想到社會主義思潮之下 那些人會怎樣想 還覺得走資奴隸機械狗還是理所當然的 你不做走資奴隸機械狗就是你的錯 如果用侯一文這一套放在香港是完全不合理的 我們看看另外一些畫家 但其實這些例子都是很相似的 好像這位董希民那樣 他是文化部邀請蘇聯專家 成立了油畫訓練班 就要全國各地推薦學生去這個訓練班 他說我們學校要學一下牛畫 也叫做學年齡畫派 徵求我的同意 我很願意 所以我就從國畫轉去學牛畫 學校要學牛畫 因為那個時候 當時找人很難,無可否認,其實在南國時期,我會這樣classify 就是嶺南國畫的人才是多過油畫人才 所以當中共建國時,他們發覺整個大陸,全國這麼多美女 真真正正可以駕馭到油畫的人才真的很少 他唯有要靠國畫人才幫忙轉型 所以佔建俊是其中一位要受國家的命令所託 去開拓中國特色的年齡油畫主義 你會看到這五個羅牙山藏士 他們的軍服雖然是破爛的,但你會看到他們是很僵硬地去表現出來的 是沒有任何draperies可言的 如果有任何draperies,即是在玩Sheroscuro 玩Sheroscuro,即是在玩French Romanticism 麻煩你去批鬥吧 所以你會看到那時的年齡畫派是很重視Sheroscuro Sheroscu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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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圣 是更加僵硬化和嚴謹 她覺得毛澤東就是那個 focal point 而身邊那些 我想應該是旁邊的高麗遊客 還有水手服的學生 那些跟達文西的十二門徒的境界更不同 他們是盆襯品 他們在毛澤東偉大思想下 工農兵階級的範疇都是最低等的盆襯品 但是達文西畫《The Last Supper》會畫到十二門徒 是和耶穌基都是平起平坐的 但是孫茲更加把階級的主意僵化到 是將旁邊的兩批人矮化的 如果這一班工農兵跟毛澤東最至尊無常 就是整幅畫的 focal point 而那些閒角不是很相信毛澤東那些 永遠都是低等階級 你會見到這些階級主義的佈局 就是毛澤東時代科學生的階級主義佈局 就是這樣去教導那些人民的 不好意思 我想再看一看 好 不好意思 左邊是遊客 是那些高麗的遊客 就是潮仙那些 走來參觀北京的遊客 右邊是學生哥 但他覺得這兩批人其實都是似等貨 在階級鬥爭下 會不會是另一種喘息 我現在這樣看下去 會不會是中間那些是主體 而兩邊那些 其實在畫面裡面的意義都是相當的 為什麼呢 左邊那些比如高麗遊客 而右邊那些應該是海軍 是啊 其實大家都在這天堪龍廣場 在毛主席的像前面 只不過這一班焦點裡面的人物 寫得比較清楚 凸顯了他們的主體 旁邊兩邊是陪襯 反映到什麼呢 左邊那裡是外族 右邊那裡是保家衛國的前線部隊 而在國際的視野裡面 看到我們國家很安全 中間那些人就是 各行各業的人可以得享這種光榮 一個很盛大偉大的時代來到了 他們很自豪地拍照 毛澤東的光環招搖他們 很正面的思想 我覺得不是矮法兩邊的人 可能兩邊的人大家都在這裡觀光 是受到毛澤東的庇任 才有這個場面出現的 不過大家的角色不同 和文化暗示不同 我看法有些不同 中間全部都是農民 不一定 可以放大看看呢 有沒有這樣的功能 放大嗎 要開放大的革命 有 是的 我看到裝束像是農民 這位應該是 知識佛子 這個是軍人 其他都是農民 不是軍人 這個是郵差 他沒有戴槍 他揹著一個袋 有油袋 他們的軍人不是經常戴槍 他們的公安都不戴槍 這個是messager 這是農民 這個是農民 這個是農民 這個是插著一枝筆 它應該是基層的知識分子 或是下鄉的 或者是砌腳醫生的那種 未必是赤腳醫生 只要插著一枝筆 它當成象徵性的意義 我猜應該是 是知識分子的代表 所以有農民 有知識分子 在這個場區裏面 這個穿戴帽的那個 應該是軍人 或者是公安的人 這裡有代表性 還有這一位 可能是少數民族的人 他這樣的裝束 這個畫面上 我簡單地理解 他回合了很多意思 有五大民族大團結 又希望知識分子 去帶動農民的現代化 知識上和思維上的現代化 另外又帶動到他們 沒有家衛國的心態 有公安 他不同意 我沒有所謂的 即是要等 究竟是 應該是手持武器 有甚麼可以拿著 我試過 青色那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是郵差 怎會是士兵 不不不 他大陸那些人不同 他是講文革 不是現在的時代 不是現在的 不是現在 就算你畫畫 你畫一個士兵 你看一個象徵 已經是打著折槍 或是武器 他這個 因為他這個 很明顯 這是誰畫的 這是尖旗 這是孫之溪 孫之溪 孫之溪是甚麼背景 1996世年還未到文革 不當他是軍人 沒有所謂 但他的制服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因為他穿那服裝 不是普通的老百姓 這個顯然可能是交差的 你看看 門峰的樣子 很像 他沒有後一物 那麼熟高地畫 他在黨裏面 和解放軍層面 我主要想了解一下 這個畫面 未必是 矮化旁邊的人 因為右邊那些 他畫這個畫 他不是拍照 我想畫家 他是選擇性 擺那些人物陪襯的 如果那些人物陪襯 他跟主題有共同作用 而右邊那些是海軍 我剛才說 前面背著袋 我或是理解錯了 或是不是軍人 現在軍人在這個庭幕出現 都未必合理 所以我可以收回 那些人物陪襯又是軍人 包括這樣 不過細節不好 等等 你個理由先說 細節的東西 不是很重要 講完後未講完 但我的看法就是 另外的看法 因為中間那個 是代表中國的主體 他們全部是縮立的 你看到 這是正式的方法 他們全部是縮立的 很整齊 但旁邊兩邊不是的 旁邊兩邊的人 不一定是縮立的 你看到海軍 照理海軍照理是縮立的軍人 但你看到他們的人 是蹲下的 還有我知道 旁邊是小送民族 不一定是遊客 即是說 中國的小送民族 陸地上的小送民族 和海疆 因為中國以前是沒有海軍的 即是說 在新中國管理下 收納了海疆和陸地上的小送民族 這個都可以的 但問題是 他們兩個不是完全順服的 不是什麼 不是完全順服的 因為他們不是直立的 即是他們的服從性 不像中間那群夢人 這麼厲害 我是覺得這樣理解一下 中間那群人 中間那群人 就當作 這群人剛剛來到這個地方 已經想留戀 他們做好動作已經想留戀 但天安門廣場裡 容許那些人有不同的表現 左邊那群可能是遊歷的人 那些解放軍 他們剛剛休假的時候 上來活動 完全不出奇 如果海軍的形象 是不縮立 不順服 這肯定是反革命的 軍人不一定都要縮立 而且他們是海軍 他們不是護旗兵 不是陸軍 不在那裡暫光 但你要講清楚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海軍是好 基本上是修編國民黨的軍隊進來的 是由中共自己建立出來的 中國同軍 六軍是自己建立出來的 海軍全部是修編的 但到1964的時候 應該不是修編的 因為在台灣海峽裡 海軍的源頭 全部是修編的 董希文給我感覺 他的動作是較接近 Peter Brugosi Elgar Flemish Arboretic Source 那種精神 沒有那麼十分 而且他用色 比之前的三位更豐富 你會看到 首先他用的顏色 沒有那麼紅 很舒服的藍色的色調 雖然那些人是赤腳 但赤腳得來 不是太骯髒的才算 另外就是 你看到他的石 煤礦 那些 他有些少大龍的感覺 他也不覺得他是融和自然的 你不會感覺他是一堆糞土 但是之前看的那些 就算連徐飛鴻的溪和後 你會看到那些的礦石 都好像糞土 或者礦工都好像糞土出來 但他這些 就會比較 人性化一些 和比較 農村自然 多一些 但是他這個故事 其實就不是說農村 他是說 朝鮮內戰爆發 美國就介入去幫林航 中國和蘇聯就幫北航 他就說 到底中國那些農民 如何去和朝鮮的陸民和軍人 和大家合作去抵抗美國的入侵 然後 他有些少少像王高雄 就是Sean Antonio Reto 我不排除這位董希文 他真的比起後一文 或者孫之溪或者詹奇俊 是讀得比較多一點歐洲美術史的 這個我不排除 有可能 好了 高小華 剛才我說 一開齋話 中國特色的列明畫派 是很多時候畫一些 支離破碎的人物的 遍體磷傷的一些情況 那這一幅就是個例子 他畫一些打完仗受傷 包了賓帶 沙布那些年輕的軍人 還要拿一支黨旗做被子 掩蓋著他們 即是他已經是 即是他的腳可能中槍動不了 拿一支黨旗掩蓋著他們 說要反公義 反公義式 寫著這些字 即是說 就算去到拼命死那一刻 犧牲了自己的青春 都仍然是要為黨去拼命 高小華的父母是做軍醫的 所以他親自帶本 即是素描寶去到戰場 是在那些臨時醫院 實地去掩蓋那些受傷的年輕軍人 那些苦放的 他說他自己在三城九年間 他親眼目睹了重慶軍軍裡面的鬥爭 高小華網上評價他 他是四川畫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這一幅作品是開創了中國當代 雙鞋技術的先行 某程度 現在七九八有藝術 有一個藝術家 叫劉兆東 很敗得劉兆東 和黃廣義 和張曉光 和嚴培明 那些看齊 劉兆東的話 都相當順利 即是又是那種知名謊術的感覺 但是主題來說 他就不太屬於忠於共產黨路線 他就要反省性的 這是什麼 他也是忠於共產黨路線 因為他那個主題 為什麼呢 他是在質疑那場仗 為何會搞到這樣打傷給人 所以傷害文化本身是頗為人道主 和反省文革創傷的 那似乎 形式和風格 我不是太懂 但如果傷害文化 在內涵上 你應該是黨中央 不是同口徑的 有少少反復 有少少反復 但不知為何共產黨接受到他 我為什麼要打到傷害文革 我的解讀 如果提及傷害文革創 如果提及傷害文革創 現在在內地是被禁 但如果他反問我為什麼要打到傷害類類 就是因為要為毛澤東偉大師 而打到傷害類類 可能是正面的 看看黨當時如何解讀他 但看那些人的面容 尤其是說到傷害文化 肯定是哀悼文革的 要用這個概念 如果看他的內涵 那些人其實質疑 如果一個偉人 你復興他 他叫你做什麼就做什麼 你不會問為什麼 思覺失調 其實有些很忠於共產黨波索的烈士 其實他們老婆有些思覺失調 好像以前我浸大AVA的創立系 主任萬青零 他都是思覺失調 因為他和許師傅李可憐 有時受文革洗禮 有時受共產黨那套灌輸 但有時又反諷他們 其實他們自己都自相盲憑 我看這個文字說明 再者一進山城 九年間他親眼目睹了重慶 光光烈烈的武鬥 這段經歷呢 直接促使他寫維俗這幅畫 當中開了中國當代雙行文學 雙行藝術的先學 我們覺得他似乎是質疑 或者反思共產主義文化大革命 整個不人道的表現 可能他站在劉少奇那邊 或者高小懷站在劉少奇那邊 或者站在鄧小平那邊 而剛好他又可以過了骨 就是這樣 但這幅畫 他有另一幅類似的主題 我暫時未見到 因為最初我見到這張圖 沒有你想到的層面那麼深遠 我只是想到 雙行藝術是歌頌那些 枝梨破碎軍人 如果說雙行藝術 雙行藝術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你增加了我的知識 有一類作品叫雙行藝術 就是反思有背叛文化大革命 那大堆理念的徵向 這個可以將人再探討一下 不錯不錯 刺激到這些討論真不錯 好了 後凳小平時代老華 當代中國內地藝術家 對列平畫派的定位 我不知道這個定位是否正確 首先講一下南方省份 普遍教信從列寧畫派道統 並遊合領南畫派 量潤新潤的精神 量潤新潤的精神 其實是誰說的 這些我插男友 我插一下 我插一下後一 我插一下 然後我插一下 他的朋友林寧江搞了一場香港首屆油畫大賽 有個研討會 他說領南畫派是重視量潤身容 所以香港的油畫 融合了領南畫派的傳統 都應該是有量潤身容的精神 在某程度上是重現借黑綠法 氣韻生動骨髮玉筆 除淚富彩 英物象形這些精神 重現帝制時期的中國傳統宮廷或文人的美學文化 但是他又融合到列寧畫派 他令到兩者沒有排斥 南方廣州的畫家 令到列寧畫派融合到領南文化和邪黑綠法之中 而是大家沒有排斥的 但是造成一個反效果就是太保守了 你看到香港現在 例如大會堂、中央圖書館或文化中心 那些書畫會的油畫展 油畫聯展 十成八成都是那些領南文化 加列領畫 畫派那些風格的油畫 對 對 包容不到創新的 像我這些陳方安新系列 救生員系列 你不用在這些書畫會場頭裡參展 其實某程度 好像我以前牽翠的老闆 福州人 為什麼香港人 或者廣州人 他們看油畫的 觀察 更保守過北方人 其實就是這樣 因為他重現領南傳統 把列領畫派放到領南傳統 好了 北方和中部省份 就有兩派人 既有信從者 亦都有批判者 刻意扭曲轉化列領畫派 嘗試逆蘇共思潮而行 就是說兩派的人都會同時共存 但是又不會說大家打架那種 因為他們兩者是在供不同的市場 就好像陳、日、菲 陳、日、菲 如果在建制層面 就是中共建制層面 就很有地位 但是同時他的畫畫 也是拍得天價很高 好了 岳敏君 雖然他是反建制 但是 他也是得到 國際市場的認可 他也是賺到 可以在胡錦濤的開明政策下 是可以拍到天價這麼高 賺到盆滿盆滿盆滿都可以 而陳、日、菲 也不會去打架 岳敏君 岳敏君也不會去打架陳、日、菲 大家可以和平共存 就是胡錦濤做到這樣的境界 南方省份順從列寧畫派的例子就是陳、亨、廣州十三行 即是說一些清前時期 即是賣鴉片的那些民風逆族 這些是沒有死的 即是沒有那麼多controversy 那 那 為何我說呢 南方的廉名畫派的油畫家 比北方更保守呢 就是這樣 就是他們每樣東西都要很端正 是 是 很正規 北方那些相對是 狂況一些 狂況一些 北極一些 是 是 所以 為何 很多人都覺得 為何香港的油畫是 不思進取呢 甚至 好像 中大快 或者浸台Visual 比較少投資 請多些 有些 有些 Quality的 本地油畫家 去做 教授呢 就是這樣 香港的油畫 就是 跟南方 省份的油畫一樣 都是 順從了 令人畫派 兼順從了 令人畫派 就沒有了 Expressionism 沒有了 Romanticism 沒有了 Impressionism 那些元素 只需要 循規道舉 捕衛文化 反而 有些什麼 筆基 變通 那些 被視為不需要 是的 而現在的 康文署和魏法局 審視香港的油畫 Application Documents 都是用這樣的 即 他又不會說 同意陳亨 但是他也不敢說 那麼容易被 就是說 周俊暉 林東彭 才算 搞一場割展 很大風險 隨時被人批評 你剛剛去完火炭 其實火炭那些 根本是contemporary art 那些 中大fine art 呂鎮光旗下的校友 其實他們 跟陳亨那套是對立 但是 偏偏是火炭那些 中大fine art的系友 他們正宗是 真是學西方 歐洲 expressionism 的傳統 就不是說 像陳亨那樣 我又信蟲列明畫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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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說人畫 但信蟲 眾信蟲那隻電影 是的 所以你說真正的 Hong Kong Oil Painting Art 我會覺得是火炭 就不是陳亨那類 但陳亨那類 我不知道為何 現在的畫會 佔主流 又是廢話 是否又是淺意當頭 是的 好了 但是澳門又很認同他 陳亨父母是香港人 但是他在廣州出生 他在廣州理學 中國國畫系的學士 他不是油畫出身 又是國畫出身 不知道為何 不知道是不是 某一些階段 就是文國時期 欠缺了真正的油畫 訓練出來的人才 就是由素描 去到 畫油畫 那類的西方藝術人才 是沒有什麼 所以很多時候都借助中國畫 那些人才 幫忙去研發油畫 他也是其中一種 他獲油畫文憑 文憑 同時在北京中國藝術學院 獲MFA學位 現在我剛剛提了指 去中大 Final報MFA MFA和MFIL不同 因為MFA是創作的Master MFIL是美術史研究Master 他是獲得過MFA 同時在1996年 獲美國佛蒙特 術基金會 Vermont Studio Center 邀請赴美創作家 美國佬都看得起他不好 其廣州十三行油畫 陳獲澳門特區 政府邀請在澳門梅歸 十週年慶典中 在澳門織藝館展出 2010年又在廣州中山圖書館 他的油畫在粵澳層面是德高望重的 唯獨是魅獲港府核下的藝法稿 香港藝術館和西九Nplus的戲狀 西九故宮文化博物館 對陳亨的油畫風格的立場 則未知之數 我們現在看到的局面就是 澳門政府和廣州的 市政府 廣州市人民政府 廣州市人民政府和澳門特區政府 已經是高於承認了陳亨 香港政府的立場其實很樸順迷 首先香港政府本身沒有一個 真正讀西方油畫藝術的事情 即是剛才我說的 Rococo Impressionism 他沒有真正了解過 第二就是他們也很確實 即是他們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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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是 又列寧畫派 又領南畫風的作品 感到無管凍 即是他們不想有正常 即是他們怕 即是 那些廣英語就是怕這些 像陳亨這些人 把大陸那套搬下來香港 不知道廣英語言 西人都會怕 西人都會怕的 所以為何不敢放馬給他搞過 就是為何 怕他結奧難臣 對 你貼著中共還餓過我們香港政府 好了 近尚兒 近尚兒他是全國政協常委 他也是中國美協的主席 他攀升到這個位置 其實他的畫都是沒什麼特別 剛才Ben U都問 所謂波雪味神的階級鬥爭 是畫面的 context上的階級鬥爭 即是剛才那個天洞門 不是 你剛才一開採問 其實是怎樣階級鬥爭 波雪味神 其實是行動上的波雪味神 即是他將所有法國啟蒙主義的畫風特色 去無存清 然後又再 即是他抽屍摩檢 他拿了列明畫派那些元素 就進行一種中國特色 但中國特色實現得來 他是沒有任何的credivity可言的 創意 亦都不會narrative的 好了 去無存清之後其實都是寫身 純寫身 沒什麼特別的 但他上到位了 因為他去除了所有敏感元素 然後他花很多時間去拆閒 即是逐層的黨的階級去拆閒 即是他的畫是沒有任何的 即是 aesthetic implications可言 即是是純寫身 但是 確實安全 但他很安全 但他是跟這個學師 他是跟侯一文學師 侯一文反而比他更大膽 你見到侯一文說 文川大地震那些畫 即是可歌可一 他完全都不是的 我畫人物寫身就算了 總之畫到很寫身 沒有任何故事 沒有任何故事 即是好像 還端了一個新聞式的畫法 沒錯 這樣就上到位了 這樣就可以坐到一個中國美協的主席 有一次他下來香港 就是在灣仔展覽中心 不是灣仔會展 即是華潤那邊 華潤那邊 有一個叫做全國美術歷史繪畫大展 近尚兒的畫作在外面展出 當然不是近尚兒 還有很多列寧畫派的高手 但近尚兒他那天有出席 當時董劍畫 曾德成 中聯辦的米繼雄那些 哇 當他是超然去招待的 哇 因為他是中國美協主席 香港政府有沒有給錢 不是 曾德成 曾德成負責 去禮代他 那時候是否在做文靈事務局部長 是的 曾蔭權現代 但是近尚兒他拍了其他畫 我坦白說 純寫生 已經上到這個位置了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是匪夷 真的匪夷所思 你看到左手邊的片段 其實是中央電視台某一段節目 是請他上來講話 然後很多人拍掌 假裝了 好像機械子拍掌 沒錯 就是那一類節目 那就是洗腦式的歌頌教育 是的 跟以前的樣板戲有什麼分別 我說近尚兒好 我說近尚兒是指導藝術思想的表表者 你們全部爛爛的中國人 都要聽他說話 不是 要是聽話 要是各個做雷通 是的 但是如果你說近尚兒 有沒有去過蘇原學過詩 就是在那個Massimor of Oil Painting Training Course 那裏上個人畫課 那都叫做學過詩 就是說他真的是烈靈畫派出身 因為他在蘇原學過詩 但是你說他有沒有烈靈畫派那種浪漫抗爭味道 我又看不到 多大好散的真就有 沒有浪漫的真 最後一個例子 這個是北方中部省份 北順從列靈畫派的例子 這個叫趙索 趙索是八十後來的 大我六年而已 他是出身於陝西 他是中央美院畢業的 他跟剛才那些順從列靈畫派的人 其實都差不多背景出身的 但是他走七九八路線 就是當代前衛的人畫路線 他是認為亞洲國際美術家協會 上海分會會長 上海跟北京或者重慶那些立場不同 上海是國際視野最尖端的省份 亦都是最講究市場經濟的省份 但是上海是直接市 所以 因為說 上海屬於走過世前原始的地區 是的 所以 這個亞洲國際美術家協會 在上海是可以自由地發展 某程度都是受託於 上海那種自由市場經濟的氣氛 而趙索當然不會在北京立足 某些地方都會借北京 但是 如果他要打開國際窗口 就借上海來做 他是亞細亞國際新美術大展的金獎獲得者 某程度趙索就符合了少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就是賺錢為上 要做Celebrity instead of being a Coletariat Artist 你會見到這兩幅畫 就是 第一幅就是 很多兵馬俑 在研習毛澤東思想的語錄 但是中間 就夾了一個 Donald叔叔都在研習毛語錄 這幅畫就是 其實是儒家中國文化 和中國特色共產主義 再加上 美帝全球法治主義之間的衝突 是儒家中國文化 無語錄就是中國共產主義 所謂是儒家 儒家 其實會否正確一點是法家 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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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馬俑時也沒有儒家 儒家 儒家 稍後會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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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特色共產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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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 趙蘇 其實他的畫是圍繞著 這三種不同思潮之間的衝突 而畫的 他的意思是說 現在中國自從金融海嘯之後 開始崛興 經濟上崛興 連麥當勞叔叔都要死死地氣 去研習毛語錄 但麥當勞叔叔研習毛語錄 其實他都不太了解中國文化 因為中國文化最根深蒂固 最原本的版本 根本是兵馬勇時代那個版本 他只不過是 他只是崇拜共產黨 而不是崇拜中國文化 但是平時被現在的中國文化的愛護者 也都在逼著要研習毛語錄 就是因為其實 只不過大家都是諸崇共產黨 因為共產黨搞經濟是最厲害 政治現實的寫實 就是他表現當今的政治現實 就是這樣 還有他特意通過 麥當勞叔叔的頭 和背景和毛語錄 那個紅色是一樣的 那些人不懂的 雖然真理的毛語錄 不是要剝人不懂的 沒錯 80年 80年 甚至是閃西 是80年 現在 大陸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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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一個人就當70年 是很年輕的 是很年輕的 不過80年 是要靠這樣上位 你跟不到近上移路線 大佬 是不是 食谷種 是不是 就是 那麼多中坑在拆行 那些就是靠社會主義機器 去拆你 你不靠這些人 解交產 怎麼上位 其實 趙索80年後來講 他算是 閃西面 他一定要這樣才上位 否則 近上移路線 那些人會綁死他 一定要破格 這些人 不破格 根本是你 無位旗 那好吧 他的國際性的過展履歷 是不少的 可以去到日本 去到日本 和韓國 那裏去擺展一下 這一幅 很厲害 毛澤東等同神父 去見證著中美的婚姻 這個美國的自由神像 和中國的兵馬勇 是去天作之合 由毛澤東去主持 毛澤東比上帝更偉大 去撮合中美關係 重要的是 兵馬勇 插著 現在大陸最常用那些 什麼什麼義工隊 或者什麼什麼 紅尾章 那些 一樣的顏色 就是 無語族去撮合 自由神像 插著什麼 紅色那個 火具都變成紅色 即是說民主都不夠 毛主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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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席 商量 毛主席的 毛主席的 毛主的 第一條 毛主再抓到 英文 specifically książ 剛巧奧巴馬趴胡錦濤 兩個關係變得很和諧 趙索諷刺 為何中美關係可以這麼和諧 因為他不懂得搞經濟 他還有市場 他這個政權的魔運還未完 你會看到個人崇拜主義就像宗教那樣 毛澤東竟然是一個實質價前面 很明顯說他有一個宗教援奏 是可以主持中美關係的分禮 你看一個無語錄去處合略相關的 另外一點 他就看到趙索的畫 開始和列寧畫派有少許不同 他的質感是很smooth的 不像是龍門階級那些 即是支離破碎那種的感覺 片體磷傷的感覺已經沒有了 現在是很smooth的 即是好像pop art那些的感覺 是的 還有開始重視西方expressionism 即是色彩的表現 instead of 太過執重於點視明灰暗 色彩和點視明灰暗可以成為很大的 對面 好像上一堂 上一堂我在講 陳凱英先生 和他的老師李鐵歡 創立了香港美專 香港美專 一米是教掩線灰暗的 但是如果contemporary finance來講 是很重視那個cruminance 那幾乎是對面的 所以就是說 藉口的真正 那些是讓我們不來的 然後我們有很多個 現在的都是很重視 那些事件 是不同的 但很多話會都會有同意 還有 對面的事情 就是 我們說 那些人覺得看話看得開心 當然是下者,不會上者 就像人們喜歡看美女多過喜歡看抽象畫 沒錯 尤其是有些自以為是男性三民主義那些人 在這一方面的欲望最為明顯 但是我否認地他可以吸引到國際社會的注意 近上的那些你要衝出中國是很難的 但是趙索就可以了 再幾個PowerPoint 再幾張很快 都是這個人 沒有其他人 不好意思 這是個結論 可以說比較重要的話 這是個結論 今晚就開始 我已經算了 今晚是兩個半小時 通過會寫十點 三個會寫十點 對,七點會變十點 網上通過會寫十點 說明今集是特別長的 好 就看到這一個更暴露的題材 即是十點畫過了 兵馬勇就跟自由神像打野戰 你看到空運都結了 然後背後有劈雷 還有一個很城市化的景觀 那裏去捕東西 嘩 這麼像蜥肉都市的場景 是啊 你美國文化都抗拒不了我們中國文化的誘惑 說真的 中國文化 中共文化 中共文化 中共文化誘惑 中共文化 那裏去捕完東西之後 就刪了一個BV出來 哈哈 還有自由神像的混合體 但是要綁著紅領巾去讀這個無語錄 嘩 極之奉賜 是的 那你見到 我旁邊說了很多趙索 就是他的畫登的出版物 他整個市場策略都是很progressive 比起剛才侯一文 是更加progressive 因為他這個很緊張市場經濟 侯一文就是 你有拍賣行商人來到我的工作室 我都不慈念 他就是走的 但是他這些 嘩 我不停地做 我不停地做 不停地高高自己的世界性知名度 那好了 這裏就是說 當中美建交的時候 其實大力的代價就是 例如911孔習那樣 是 整個都市 都是灰蒙蒙一片 都是受到很嚴重的污染 而中國也是 無可避免 因為中國要跟美國這樣急速地工業現代化 所以你見到 那個兵馬俑 他跟這個自由神像 嘴完之後 他有一段時間 都要先釣一釣鹽水 因為兵馬俑習慣了是很農村的自然生活 但是他因為這個 共產黨的超英港美的思潮 在下 要強行跟美國去建交 所以換來的代價就是 中國的農業社會的文化是變質 變質衝擊 然後自己又交了一份 是的 那好了 有時候 有時候在那裡灑花槍 中美大家 就著一些 所謂很爭論的議題 例如說六四 或者是 黑白人之間的歧視的問題 或者是中國的人權 宗教自由的問題 在那裡灑花槍 兩邊的外交部 一邊對馬 就照說 看成他們是灑花槍 而不是真的對馬 好了 當灑完花槍之後 其實大家都會結婚 因為美國佬最後都要順從中國 要發展經濟 所以要合作 最後都要披著中國的紅袍 和紅垮去結婚 而不是穿著婚紗去結婚 那這一幅就是 當中國的兵馬勇 和美國的自由神像 即是生了一大堆B之後 一大堆B 一起去搞革命 繼續去完成 毛澤東未完成的偉大的革命事業 最後美國自由神像就變成了中共特色的慈禧太后 沒有什麼革命事 到兩三代以後沒有東西來革 今天的講座就到此為止 大家有沒有任何問題 有沒有什麼問題或心得想發問 請問到最後例兆素 應該是歸類成什麼畫派 北京七九八是當代前衛人畫 即樂敏君 黃廣義 張曉江 賠明 劉兆東 都是叫做當代中國前衛人畫一種 對 他們有很老實的 是 某程度它是將鐵靈 油畫派和這個pop art 是有機地遊合的 對 剛剛講到趙索的那些 真的將一張都有味 最倒露就是這部分 對 這才明白 對 我今天講座最精彩的部分是潛索的 是 如果外面的講座訪師應該不會說 講到這麼入肉 有些事情是免得講太多 那也是 沒有人這樣分析的 因為免得降低了那些前衛藝術家的家 對 對 或者有些人 其實他們根本都不懂 各種的segmentation strategy 他以為中國當代油畫 其實 陳日菲、趙索、近尚 大家差不多 對 大家都不過處事不甚了了 對 有一群人是這樣看的 但是 如果你說真的用到學術的角度去拆解 根本就是有分別的 對 讀到大家的思路有不同的 以為大家眨眼看得好像差不多樣了 對 其實隨著中國的資本主義的發展 會不會令到烈平畫派日漸食味 有可能 如果去到一個位置就是 好像再來一個胡錦頭 去負責中國 但是習近平又開始有 又擠壓了一部分的七九萬藝術家 繼續去發展 七九萬藝術? 對 就是這一派 習近平上場其實是開始有保守到少少 但是如果下一任的中國國家主席 又是胡錦濤的話 或者下一任也是胡錦濤的話 有機會這一派的當代中國的前衛人畫 是會蓋過傳統的電話派 是有這樣的可能 就看看 接下來的領導人他的定位是怎樣 即是換句話說 西方那套資本主義的熱心形態 已經是 某個程度上已經改造了中國 是啊 在二十一世紀已經改造了 而胡錦頭那時候是最燦爛奔放 對 剛剛你問到七九萬藝術家是甚麼 我想你剛才到來 也不是太清楚藝術的東西 七九萬其實是北京的一個藝術村 艾未未有沒有份 艾未未是北京 艾未未 我們可以歸納 但是我們現在暫時是看油畫 因為它是Performance Art Performance Art 但是也是前衛 前衛Performance Art 深圳有這個大昏邨 大昏邨 是 香港的火炭還是牛盤 火炭 牛盤其實也不是很油畫 牛盤也是conceptual arts 如果深圳大昏邨是保守過北京室牛盤 是 剛才我所說的南方信松原靈牌派的例子 深圳大昏邨就是 很豐派 但是北京七九八就是 北信松原靈牌派的例子 所以 你在北京七九八發現找到很多 結奧不純的例子 如果大昏邨又會相對是 找到很多 乾藍、美感、文靜等多多 因為它融合了領南畫派 那種量潤新潤的境界 也融合了謝克陸法 所以其實是很和諧的 整件事很和諧的 那大家還有沒有其他東西想分享 或者發文 其實我來遲了 其實我很想瞭解 什麼叫做 Cultricism的畫 Cultricism 是啊 即我來遲了我聽不到 人像主義 不是 那說什麼 剛才你說 紫泰林 波紫泰林 波紫泰林 其實波紫泰林 完全是 nationalistic propaganda 不要當一樣的 即是某程度是Russian pop art Russian political pop art 沒有任何畫未可原 只有文書未可原 但是毛澤東 他反而學了廉名那一套 即是還有少少溫情 即是還有少少俄國式的浪漫情 有少少理想 少少浪漫 是的 他就不想去到那麼重 學波紫泰林 那一套 我明白 但是毛澤東的本身是一個 波紫泰林的追隨者 吊詐之處就是這樣 好 多謝大家 今晚參與 好 OK OK ₂ 好 可以 我可以 去 我去 ury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